为了拯救女儿 美女律师被迫帮杀人凶手洗脱罪名 本期的一个带来电影《七天》 志妍是一名优秀的女律师 她是法庭上的长盛将军 从业多年 至今没有输过任何一场官司 志妍和女儿恩英生活在一起 身为一名单身母亲 志妍把生命中全部的爱都给了恩英 一天在学校运动会上 女儿恩英竟然失踪了 不久志妍就收到了绑匪的电话 绑匪的要求非常奇怪 不要金钱 而让志妍帮一个叫铁镇的杀人犯打官司 并且必须赢了这场官司 让铁镇无罪释放 绑匪才肯把女儿恩英还给志妍 无奈之下 志妍只好接下这件棘手的杀人案 一名艺术系的女生死在自己家中 现场留下了铁镇的指纹和脚印 一审判决的时候 铁镇已经被判死刑 距离二审开庭还有四天 时间非常的紧迫 志妍找到了身为刑警的好友盛烈 一起搜寻证据 从铁镇提供的口供来看 她根本不认识女死者 她只是想入室偷窃 才一不小心卷入了这场凶杀案 志妍和胜利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 女死者是被一把美工刀杀死 身中竖刀 从死者身上的伤口可以看出 凶手并不是蓄谋杀人 只是情绪激动才导致了最后冲动杀人 可是从现场的环境来看 凶手有掩饰罪行的行为 而且手法非常的高超 这又说明他极有可能是有预谋的 这两种说辞明显矛断 案件就是从这里陷入了僵局 志妍发现死者的尸体口中有毒品 而死者家里的门安装了特殊的门锁 专业开锁匠都无法打开 更别提小偷了 所以可以断定 铁镇并没有对志妍说实话 这时调查有了新的进展 女死者生前和两个男人交往 一个是酒吧的助唱歌手 一个是富二代 助唱歌手的嫌疑很快被排除 而富二代说自己因为吸毒住进了精神病院 但是细心的志妍却发现 富二代说了谎 因为在女死者葬礼的录像带上 富二代出现了 此时控方律师来了一个最有力的证人 那就是铁镇的妻子 铁镇的妻子证明 铁镇和女死者早就认识 铁镇卖毒品 而女死者就是买家 这一重要证人的出场 让志妍的希望再次破灭 一旦铁镇败诉 那么自己的女儿恩英 也可能被神秘地绑匪撕票 这时胜利找到了女死者的红色宝石捷 在车上志妍发现了富二代的耳钉 志妍开始大胆假设 案发当晚屋子里有三个人 女死者和富二代在一起过夜 然后半夜铁镇上门来讨要卖毒品的钱 那么到底女死者是死在哪个人的手中呢 凶器又在哪里呢 晚上志妍的家中突然闯进来一群人 竟然是富二代的父亲 十二赫赫有名的检察官 他带人强行烧掉了志妍手中所有的证据 第二天二审开庭的时候 控方拿出了诸多证据证明 铁镇确实是凶手 而志妍竟然当庭拿出了一段录像 正是前一天晚上 富二代的父亲 检察官带人去志妍家毁灭证据的影像 这也侧面证实了案发当晚富二代在现场 并且参与其中 而且当晚杀害女死者后伪装现场 企图掩饰罪行的行为 正是随后赶到了检察官本人所做的 由于二审依然没有找到杀人凶器 基于韩国法律 铁镇被当庭释放 在铁镇走出法院没多久 她就被一辆神秘的汽车撞倒 随后被捆绑 送到了一间小屋里活活烧死 而志妍的女儿恩英也被送了回来 志妍终于知道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其实就是女死者的母亲 因为女死者的母亲想要首任仇人 所以她不想让铁镇死在法律的审判中 这无法消除她心中的仇恨 于是她绑架了志妍的女儿 策划了这一切 当最后志妍带着警察来到女死者母亲面前的时候 这位同事爱女的母亲一脸平静地复发认罪 一个孩子的死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一定是致命的打击 七天 一个结局神反转的故事 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法律之上 更没有任何理由去胁迫他人 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力哥 愿做登展 照亮你心